中文字幕君 上幾集 我們看過馬會聘用的 大約二萬五千個全職和兼職員工 但原來賽馬活動 同時亦創造大量的間接就業機會 令不少行業受惠 有馬跑的時候 生意起碼增長30%至30% 在跑馬地開食肆的黃先生 做完演示 就要立刻準備因為跑夜馬而帶來的額外生意 逢賽馬日 跑馬地一帶人流暢旺 很多店舖 都好像黃先生的食肆一樣做多了生意 我的料理有一個好處是靠近這個馬會 很多客人跑完馬之後 都會過來我一邊消費 令到這裡的生意都會有一定的增長 開了的士超過10年的彭先生 每個賽馬日都會入馬場找生意 賽馬日外面比較靜點 馬場比較多人可以入面 找兩、三寸出去 通常的生意當一、兩成 如果有些客人贏的時候 就帶他們去住的地方吃 有些客人喜歡去樓頭餐 或者去旅館吃海鮮的 賽馬活動不僅帶動馬場附近的經濟 影響更遍及每一個角落 做了報檔30年的張小姐說 近年生意難做 多得每星期十多份賽馬刊物出版 為他們帶來較穩定的收入 因為他們就算看免費報紙 但跑馬是需要馬經 他也要買一張報紙來看 馬貴和不馬貴的生意 就大約欠兩、三成 賽馬活動不僅幫助 一些商號抵禦經濟低潮 有些商戶甚至因而疫史擴充 蘇先生去年 在馬寶道場外投注處附近 開了一間麵檔 上個月在電器上再開分店 一樣靠近投注處 在競賽馬活動 我們會提供了很多 無線職業 在財政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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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全行業 在清潔 在這些困難時 我認為很重要 我們作為團隊 做更加努力 在更加努力 在社會上 賽馬活動製造大量特別機會 下一集 我們就會看看新的天水維田馬投資中心 預期義工及培訓中心 如何在創造就業同時 福報社區